OK 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看精彩的无法系的一个PK啊 对面是一个三输出的一个队伍啊 三输出好像对面的硬件还可以啊 温柔一般这不是西沙老街的嘛 对不对 拴驼着 一个宁波一个地府 对面有地府可以打小死丸 可以点人 这边的话一把天正 一把天正的小克啊 看一下对面第一把敢不敢点人啊 不点人就要输我跟你说 打这种三攻四攻五攻的队伍啊 一定要点人 不点人地府就没有意义 看一下对面 第一回合特别关键 我跟你说 第一回合不敢点人啊 这边取秒 OK 第一回合敢点人 哦哇 小死我没中了真的 那对面还是挺会玩的 第一回合不点人 这边五个法系秒出去 我跟你说 血线不够 点人的机会都没了 OK 看性可以 1600 后面驼子应该要破血关弓 点人的话得破血 厂下面有两个配处宝宝 三个立批应该 OK 疯狂暈接打得很贪心啊 没有选择破血 加宝宝根 哎 你看啊 观察翻这个看性也可以啊 不是那种全魔加点的呀 有有看性的呀 你看飞过来就1000多 飞500 这个是雪山第一 磨岩寨 兄弟们 真的 斩春风 春风斩万迪 也猛的 300万的法系啊 OK 取秒 焚火 砰 你看 300万的法系 秒出去效果就不一样了 感觉对面辅助有点站不住了 兄弟 再来一把 砰 OK 还有一把对面不出163 全得死 OK 第一回合倒三个 兄弟们 一回合就倒三个 OK 隐身的宝宝有三回合 看一下 魔玩在的话会不会起牛镜啊 牛镜的话有感知效果 看一下会不会起牛镜 对面的花生直接舍自己 哇 太狠了 这个队伍 这个队伍 游戏体验感太惨了吧 我靠 好 顶雪 顶 顶顶顶顶顶顶 OK 陆野萧萧 继续秒 魔玩在的话果然起牛镜 他这个春风 斩千敌啊 斩千山啊 这个兄弟兄弟们看过我视频的 应该都懂啊 雪山乃至全服的第一 魔玩在 都是那些大特技啊 小特技带法暴三下的装备啊 跟这个定心的 魔玩在比起来的话 是肯定要好 好很多的 我觉得他一个号可以买对了 四个号 OK 第二回合 两个魔玩在选择请牛镜 对面出隐身宝宝了 就这个时候啊 三公是一定会有磁寒的 他出隐身的宝宝 反正就亲隐身的宝宝嘛 不然对面吃的那么容易嘛 他应该要拉地府 地府拖就要吃了 对战是地府啊 秒针的速度位啊 OK 这回对面飞完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隐身宝宝 卡不卡得住啊 魔玩在这个门派出暴击 很恐怖的 我跟你说 满血的宝宝都容易 一下被暴死 OK 对面飞一波 这个游戏体验感太强了 你看 硬件好像就是不一样啊 对面飞过来飞700 对吧 又有伤害 又有颜值 又有威力 又能弹 又能打 我跟这边起 你看这秒 这秒豆腐啊 我靠 你看这宝宝 再秒一波 这宝宝没了呀 哎 我跟你们说 关在翻了 你不要看这个人起盾 这个人用这个金星 其实我跟你说 就说你们 你们看炮哥的视频 真的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他为什么这个人不取秒 这个人要金星呢 他就是不想 把对面的人都秒 都秒死 你们能懂吗 如果他们一起取秒 他们对面一回合 全死掉的话 地府的话 一回合可以 禁五个人起来 就可以死五个人 哇 自恶伤害 就你们能懂吧 就你们就产上面 反正我得把你这个 隐身宝宝清掉嘛 就我等魔王清掉 隐身宝宝 产上面留几个人 你反正要吃寒的话 也就吃寒 一个人 两个人 你值起来的意义就不大嘛 就说一说的话 关在翻啊 所以你们注意 这些小戏机啊 其实打得特别聪明 这个时候对吧 产上面就一个隐身了 魔王再秒两圈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这这这一些 战局的这些小小细节啊 蛮捏得特别稳啊 真的 我该还有一个定心套了 出法术包 你看七千七千 真的兄弟 真的 谁砍得住 谁砍得住 我就问 如果你一 感谢观看